雞排妹与佳藤英今日一同出席线上夹娃娃机上市季酒会 目前一直在日本游学的雞排妹希望未来能够出旅游写真书 被问到感情世界一直空窗 她也笑笑回答读书没时间谈恋爱 感情的部分就好好读书因为真的要上课 因为今天也是请假 其实今天是学校的期中考 对但是因为工作关系请假 所以我的考试就老师非常的体谅 就延到下个礼拜再补考这样子 但印象中觉得日本男人不够体贴 佳藤英哲回应说自己不是那样的人 理想的对象因为现在就在学日文 希望就是一个懂日文 然后又懂广东话这样的话我两边都可以学 但是听说日本男生就是没有很体贴 没有台湾男生那么体贴 因为学校的老师就是都会说 你们会想要教日本男朋友吗 要小心哦日本男生很不体贴哦 我对我说我不是那样子的哦 日日日新闻网采访报道